冰零 冰零 五 四 冰零 啊 擺熟啦 為什麼啊你啊 喂喂喂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回來看我玩天地劫 今集是一個非常緊急的一集 是緊急出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日前直播的時候 我發現了幫同學體驗的時候 我問了很多朋友 真的升錯了一些比較致命的東西 導致了有可能會卡進到 或者原本可以過到的一些關卡 變成過不了 所以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天地劫是一隻很特別的遊戲 它不是一款做錯事 你隨便就可以用錢解決的遊戲 今天我就想給大家幾個勸告 關於我接學來講的幾件事 大家升或者處理之前 一定一定不要怕麻煩 先看一看攻略 不一定看我的攻略 看任何人的攻略 第一件事就是五內 五內 五內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都講過一個非常重要的說話 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去看整個五內表 即是你不需要去說 我要背熟別人所推薦的所有五內表 我才去升五內 不需要 你只要在你升五內之前 上網爬一爬文 或者查一查攻略 看看那隻角色的五內 應該要怎樣配合 然後才去點 其實已經非常足夠了 同時升五內 雖然有些角色 你可以投資很多 你可以投資靈魂石上去 例如冰妮 即是冰妮 其實你不用怎樣看攻略 因為你上下路 通常你有靈魂石都會點 那這些角色其實就沒什麼問題 但也有先後次序之分 但有個問題就是 有些角色其實你後期 也不會真的花靈魂石去培養他 他可能是一些功能型的角色 我給大家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 就是泰淵 泰淵可以說是現在的新手開放神器 有些關卡你過不了 你放泰淵 他有這個盾 冰盾 其實就會幫到你過很多不同的關卡 而泰淵這隻角色 一定要走下路 因為他有幾招的範圍技 包括這招昇華祝福 和這招神奔法法 這兩招可以大範圍幫我們的隊友補血 同時補血的時候 就可以槍我整隊去疊兵盾 所以作為一個buff角 他升五內是固定的 一定要升這幾個五內走下路 走上路會整隻角色變垃圾 廢了 是沒有用的 即是不可以說是將來有用 是直接沒用 所以有些角色 你在升五內之前 絕對絕對 特別是一些 不是主要拿來投資攻擊打人的角色 你一定要先看看攻略 所以五內 大家升之前千萬不要偷懶 看一看攻略 我之前有說到 其實我的Discord群裡 已經卡了別人的大部分攻略出來 我之前的影片也介紹了一兩個 比較常用的角色 五內的升法 大家可以爬一下問題 或者加入我們的Discord 可以看一看一些攻略 千萬不要自己亂點 因為靈魂石在這遊戲裡面 真的很珍貴 特別是前期開放期 千萬不要浪費 五內 升之前一定要看攻略 而第二件事就是烈星 因為近來更多的朋友 已經開始開通到烈星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你開通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些資源 烈星裡面有個叫做天魂之力 裡面有個占星 占星裡面你可以升一些 士 防 各 他會加不同的數值 有些會加氣血 有些會加法防 物防 攻擊 其實在這個大前期 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簡單的操作 只要他是一隻攻擊手 你就先升攻擊 先升這個物攻和法攻 我以冰璃為例 我拿冰璃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冰璃大家都有 你一定會升的 先升攻擊 因為升滿座之後 會加10%的攻擊力 以及10%的法攻 然後攻擊的次要是什麼呢 這個遊戲 物防 法防 錯了 其實是氣血 先升攻擊 再升氣血 千萬不要弄錯 因為這個是不可逆轉的東西 所以大家升烈星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先升攻擊 再升氣血 然後先點物防 法防 雖然不是影響很大 因為之後你也有可能可以升到 但是現階段你哪有這麼快到後期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記得記得 提提攻量 升攻擊 再升氣血 而第三樣東西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版面 就是 雲石 雲石 我上一條影片已經告訴大家 我相信也有其他的Youtuber 說了給大家 其實雲石最重要是看他的附屬 千萬不要亂升你的附屬 即是他附屬是一些不漂亮的附屬 你也要升 例如天這個位置 你明明是要放一些攻擊的附屬 但是他整個附屬都是 物防 法防 物理減傷 那就是 整件事是錯了 因為天這個位置 就是要升一些攻擊型的附屬 最高是可以去到10% 地這個格子就是升防禦型的屬性 最高可以去到10% 然後方就是各樣參半攻擊防守 都可以去到7% 這個很多人的攻擊 都有教導大家 如何去選擇你的雲石 以及如何去選擇你的附屬 例如攻擊的 我們要先選物攻 後選氣血 有個優先度 如果大家不清楚 可以看看我上一條影片 或者看看其他人的一些攻擊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這些雲石 升起上來都很浪費資源 你看到我10級 如果升到15級的話 其實是要500多才可以升到上去 現在300多我都升不到上去15級 5級5級升的話 1級到5級用20多 5級到10級用200多 10級到15級就已經要用500多 所以其實這些雲光 都是一些很珍貴的資源 大家千萬不要浪費 看看攻略 稍微看看 然後再決定你用哪個雲石 再看看你那個雲石的附屬 適不適合 最後你才升上去 這樣你就會省很多資源 最後一件事就是關於飾品 飾品我相信很多人已經開通了這個格子 但其實之後我可以弄的 弄飾品的話 大家記住優先度先弄手和頭 衣服和腰帶可以不用弄 這裡就不詳盡解釋了 你記住這兩件事就非常OK 之後我會再出一條影片 比較詳細告訴大家 什麼角色 他用什麼飾品 是比較適合的 然後大家才慢慢看 或者大家看著其他攻略 才去做你的飾品 會化算很多 千萬千萬不要自己亂飾 我再說多次 因為這個遊戲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遊戲 你其實看看他的雙城禮包 你都明白了 雙城其實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逆轉到整個環境 即是你沒有什麼可能可以靠課金 而去逆轉一些你升錯了的東西 啊OK 這個靈魂石你可以課的 但只有限購一次 即是靈魂石只有六顆 即是你只可以升幾個技能 那你又怎樣可以逆轉到呢 即是六顆你最多都是升幾下 即是補回天幾下 波羅波羅咪 所以啊 那就是最後奉勸大家一句 記得這個遊戲 其實因為他出了六幅 有很多的朋友 其實已經拍了一些攻略給大家看 即是無論是我 或者其他一些 找這隻遊戲的Youtuber 大家記住去看一看 千萬不要升錯 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關卡你原本推到 有邊都推不到 明明你的角色很漂亮 這個邊都推不到 那就真的很不值 OK 大家記得看攻略了 好了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告解到世人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就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